说到另一个违规行为 艺人欧阳妮妮最近担任了国片女主角 而且电影下个月就要上映了 不过却被爆出她竟然是找枪手帮她考期末考 欧阳妮妮今天立刻在脸书上道歉 原来目前就读台义大进修部的她 因为出国工作不能够参加学校考试 不过她竟然找枪手来代考期末考 监考老师发现不对劲 就立刻通报学校处理 而校方也表示将会依照校规处分 而她的父亲欧阳龙则发出两点声明 强调要她自己承担错误向社会道歉 而且不管校规处罚有多严厉 她都必须要全力配合